妳剛剛是可以打三這樣子 戴成分嗎 對 好怕 絕對不會 我不會讓自己做這種實習 累死自己而已 那因為剛剛那個防護衣感傳滿時尚的 會想要自己也買一件嗎 會耶 我會很想要擁有一件 感覺上好像漸漸的 有那個可以出國的可能性呢 就先把它準備好 在需要的時候就可以用 我會想說 我就是趁現在後面要帶著小孩 對 我最近可能時間比較幾步數 像現在帶他們出門也還是會是在 那個防疫這件事吧 非常 我包包一定會丟的是備用口罩啊 大人小孩的 就算已經臉上有了 包包裡面都還是會有備用 可以帶你 因為有帶到處嗎 可以 我覺得這個試帶的小孩都很習慣 就是每天 他會找過來盯理你的 會 會 慢慢用口罩 因為有時候我出門會忘記 太趕的時候 你到底可以打三這樣子 帶你去看 絕對不會 我不會讓自己做這種事 累死自己而已 如果我要真的要帶三的小孩去 去離開的話 除了女之外 就打敗媽媽 其實有 他們就可以 對 他打三還蠻OK的 他打三旅行真的很硬 對他 再可怕 淘皮嗎 三個都很淘皮 然後三個都是 但是 他們會同時要 你爺的分斷 都是同時啊 就是 三個只要湊在一起 就是很誇張 屋裡會掀掉 那你會就是 失去離開嗎 我蠻習慣的 因為人臉龐龜 所以通常像 小孩他們的同學來我們家玩 他們如果 都是獨生子女的話 他們的父母通常會嚇到 自己的小孩也可以變得這麼遠 我們通常會先跟別人父母道歉說 不好意思喔 那個 來我們家的時候不要嚇到 如果抽牌戲比較強時間在外面的話 你們想法要怎麼樣去做 讓自己的小孩接手 就失去吧 我有一次旅行 兩個禮拜 沒有帶小孩 就是失去 那一次我記得印象很深刻 是那個 突然低頭 他再抬頭的時候 眼望都是紅的 就是 你覺得他快哭了 你小孩真的會想媽媽啦 他有理解你的工作嗎 還沒有 那他如果在錄影看到你的肖像或什麼 他會說 欸媽媽你在牆上工作 那你要怎麼回 那我就說對啊 啊 1 1 2 2 2 3 1